裁定的時間到底何時出爐呢 高越的一舉一動 現在全台灣民眾都在看 現在確定了一件事情 高越已經發出了聲明 表示今天一定會給大家答案 就在下班前 時間我們推估大概是在 下午的五點到五點半之間 就會給出了答案 那這次為什麼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最主要是因為 除了有北檢的抗告之外 還有彭正勝的抗告 所以三名法官 在何議庭月券的過程當中 還有討論的過程當中 其實花了不少時間 但最後 他們已經達成了共識 所以現在此時此刻 壽命法官正在撰寫 這個所謂整個的理由 他要把整個理由 裁決理由都要把它說完整 這是其意 那這個理由說完整之後 未來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駁回 第二個是發回 駁回的部分就表示 北檢失敗了 北檢未來也不能再提抗告 但是發回之後 等於是一審法官 又要準備開機押亭了 但大家想說 是不是今天晚上 就要開機押亭了 不是 因為你的法官 就不會是之前的朱家裔法官 會換一個新的法官 所以新法官必須要把軍統 重新再看一次 這其一 其二是他必須要確認被告 跟被告律師的時間 是不是都能夠配合 所以因此最快 我們預估 明天或後天會開機押亭 但是法庭上面 恐怕說變就變 會不會是今天就開呢 因此我們今天特別把這個 北院的值班的名單 全部都列了出來 那如果今天真的是發回 又要重開家庭的話 是哪些法官呢 今天的第一 今天的值班法官 就是呂正義的法官 他是律師轉法官的人 被外界形容 他比較多一些政治色彩在上面 但到了隔天的部分呢 就是陳采薇法官 他是比較屬於一種 正義感爆棚的法官 那至於這兩個法官 到底是誰會來審 這個所謂的積壓庭 未來我們可以來關注 但是不管如何 對於這一次的抗告 甚至到這個裁定的結果 有幾個方向可以來看 現在法律上面 攻防就兩件事情 第一個柯文哲是不是知情 第二個事情 柯文哲的金流 有沒有被揪了出來 今天一整片新聞 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這就是北檢 他要去提抗告 要去說服法官的理由 這些理由 能不能讓法官來踩信呢 尤其在何一年的法官 三個人討論這麼久的情況之下 他們願意相信誰呢 在未來裁定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一去比較 就知道法官是不是相信 或是法官認為 有其他的可能性 這是未來 我們要關注的焦點 好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 最近情況 把時間鏡頭還給棚內主播 你怎麼 你親筆交辦金華 可能現在還寫 報紙所寫變遷給棚政 就變遷給棚政 你沒有受訪 你怎麼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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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安排記者會再來 一早走出家門的柯文哲 面對媒體追問面無表情 但各種爭議排山倒海 柯文哲心裡的焦慮 恐怕不像表現出的這麼淡定 從住處前往機場 心情似乎也受到影響 什麼時候對方說 好 站在北檢你要不要看看 你有沒有不要找吳怡軒 好不要推 一看到記者出現 柯文哲先是仰頭後是皺眉 身輕非常苦惱 何時要開記者會 柯文哲沒說 面對各種爭議 柯文哲沒回 拉出吳怡軒來當擋箭牌 但同樣捲入金華城岸的彭振昇 就沒有這麼幸運 柯文哲彭振昇兩人遭遇大不相同 無保請回的柯文哲來去自如 反觀彭振昇已經在土城看守所蹲了兩天 也難怪傳出彭振昇抱怨 為什麼是自己被押 更向法院提出抗暴 對比柯文哲都不知道的說法 彭振昇聽到不知作何感想 除了金華城岸 柯文哲的假帳風暴持續延燒 尤其時任禁總財務長李文宗 從證人轉為被告 涉嫌偽造文書 以200萬交保還被電子監控 但回顧當時記者會 李文宗臉不紅氣不喘 負責任的說自己完全不知情 和柯文哲如出一策的說法 能否讓李文宗全然脫身 檢調還在追查 如今柯文哲一改先前態度低調再低調 恐怕他也知道無保請回後的世界 只會是心風邪雨並非風平浪靜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好 主播觀眾持續帶您來關心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的最新狀況 柯文哲現在是捲入了金華城的弊案 不過他頻頻說自己不知道 這個金華城840%的容積率 但是今天最新的狀況是周刊又報導說 其實早在2020年的時候 在金華城的公文上 柯文哲就寫了一份變遷給彭振生 上面寫的是什麼呢 是寫說原則上公務人員不坐牢 但是這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提到這個坐牢的這兩個字呢 是不是代表說柯文哲早就知道 這件事情可能會涉及違法 現在議員苗伯亞有最新說法 我們先帶您來聽 現在還裝不知道 我覺得他是在土力跟無能之間 選擇無能嘛 因為無能在法律上是無罪 不過不只是我質詢 我認為在所有都委會的會議紀錄跟公文裡面 其實都已經講過說 這案子有釋法性的疑義 所以柯文哲要一推二五六說他都不知道 那唯一的一個可能就是 他是閉著眼睛蓋公文 您可以聽到苗伯亞的說法 就是說柯文哲是在土力和無能之間選擇了無能 因為這相對來說在法律上比較不需要負責任 不過針對這個陳志涵嗆苗伯亞說 根本就沒有算出這個840%的容積率 苗伯亞也回嗆陳志涵 如果試制的話可以去看一下法院的新聞稿 自己針對的一直都是這個20%的容積獎勵 以上現場最新把時間交換捧 我的錢每一分每一筆都是清清楚楚 乾乾淨淨明明白白來的 真的是這樣嗎 真的乾乾淨淨清楚楚嗎 現在周刊又爆料 簡連從柯文哲的政治現金假賬破口 順藤摸瓜清查了柯家相關的金流 扣掉了薪水演講稿費版稅之後 發現賬戶還是有700萬元收支不符 過去就曾爆出陳佩琦多次帶著大筆現鈔到ATM存款 金額達到上百萬元 民眾黨當初解釋這裡頭有一部分的300萬元付金遺產 也有柯文哲的通告費還有稿費等現金酬勞 於是他每隔一段時間就分別存進兒女戶頭 作為孩子成家貨投資基金 但這戶頭存進的是台灣戶頭 並非柯文哲兒子在日本的戶頭 這金流真的有清清白白嗎 都已經爸爸過世大概四五年了 才再存這些錢 不是非常的奇怪嗎 那個時候柯文哲有很多的通告嗎 那時候柯文哲有很多的演講嗎 而且我們知道所謂的演講費 應該都會入戶頭嘛 不只遺產過了四五年 才以現金方式存進戶頭很奇怪 現在爭議又多了一個 也就是陳佩琦兒子當時在日本 他卻存在兒子的台灣賬戶 這該怎麼作為生活費使用呢 也因此簡連沒有彩信這樣的證詞 種種的跡象 我覺得按照常理來說 這是完全沒有辦法說服人的 柯文哲的說法跟陳佩琦說法一變再變 我覺得是不是心虛呢 他們有自己獨特的記帳法 把錢用得越來越複雜 柯文哲主席其實很少上政論節目 所以大家也在懷疑說 這些通告費是不是募可跟民眾之聲給的呢 夫妻倆極力撇輕 這樣的不明金流 與金華城案有關係 柯文哲也說不知情 堅決否認犯罪 但隨著金流被抽絲剝繭 流去哪 或許證據會說話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因為這個案子的關鍵在哪裡 法官為什麼積壓彭震生 為什麼放掉柯文哲 為什麼 只有一個理由 一個理由 因為彭震生是都委會的主委 在都委會裡面決定了八百四 所以那八百四從都委會產生了 所以柯文哲有沒有參加都委會 沒有 沒有嘛 所以他就跟他無關嘛 所以他能脫身無保釋回 但理由就是沒有直接證據嘛 我沒有參與都委會 沒有 直接證據 我跟你講 都委會就是直接證據 要參與都委會才是直接證據 柯文哲在四個月前就告訴全台灣 他不會有事了吧 你這邊不是講了嗎 我講的圖利隊啦 哪個地方不合法 說不出來 然後也沒有 你看了沒有 查到金流 這第一個 或是反咬是誰指示 完了 我們現在講 為什麼壓彭震生重要 彭震生如果反咬柯文哲指示的話 柯文哲受壓 這麼簡單 都委會輸我開會的 所以你說 好 然後第二個 你跟我講完 金流是誰 小沈啊 沈晶晶 沈晶晶啊 他已經告訴檢察官怎麼辦案了嘛 他也跟他全部串貢串貢好了嘛 所以我不是講了 黃珊珊已經把黃震生 跟周宇秋一起開會了嘛 黃震生死不咬柯文哲 柯文哲知道嘛 他才敢那麼公然 在直播裡面講這個話 他早就講啦 你有本事查金流 你有本事叫人家咬我 現在有沒有咬他 沒有咬他 所以他都委會主委就關啊 所以要直接證據嘛 所以為什麼今天上午 現在這個案子一定會破案 柯文哲一定會收壓 柯文哲今天態度改變了嘛 他講什麼 編故事嘛 他知道他一定會被收壓 你的編故事 國家 他不是講了嗎 北檢這兩天經驗編故事 這是國家要的 北檢編故事跟國家什麼關係 他不好意思講是賴清德要的嘛 那國家 這個國家是誰的 不知道賴清 他是故意講政治迫害 北檢編故事嘛 他知道他一定會被收壓 他知道 因為他知道這個防線已經破了嘛 因為一旦壓了彭正珊 壓了沈慶晶之後 彭正珊 那個整個的這個 整個策略就改變了 他拼交保嘛 有意思嗎 那現在我告訴你 這裡面最有可能煩惹的是誰 你知道嗎 是沈慶晶 因為它是什麼罪你知道嗎 它是行賄罪 行賄罪可以全部豁免 一天就不要關的 真的假的 全部豁免 因為台灣那個貪污秩序條例裡面的賄賂 行賄跟收賄 收賄的人判無期徒刑 對 行賄的人可以全免你知道嗎 只要你能夠就是報 坦白從關 尿北亞橋款 尿北亞橋款 因為你抓不到那個行賄嘛 你一定要行賄方出來咬才行 所以沈慶晶一咬的話 我跟你講 柯文哲關這牢底座穿 無期徒刑定了 然後可是彭震生麻煩了 彭震生一自排下去的話 他免他的刑期是二分之一 對 二分之一下去的話 如果判個十年只能判五 他還要判五年 所以檢察官一定要提出 非常優惠優惠的條件 能夠保他後面兩次的二分之一 讓他能夠判到緩刑 所以這就是現在檢察官 那麼匆匆忙忙 跑去跟他們談條件 主要是這個理由 那這個方向是誰給的 柯文哲給他 柯文哲敢大聲的在嘲笑北檢 柯文哲跟嘲笑台灣的司法 他準備要幹什麼 他就很簡單 一個你搞不定我嘛 我逼你屌嘛 第二個在幹什麼 他搞群眾運動嘛 館長不是講了嗎 趕在壓他老老狼嘛 這些人都是匯率到這種程度 這個但是今天他公然挑戰北檢 北檢這個事情說壓不下來的話 北檢就倒掉 正式敲響新華城弊案抗告之戰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被吳寶請回第二天 北院不服裁定補足細節 抗告書後達約二十頁 高院強調立刻分案調燈夜戰 預計四號結果出爐 外界關心的抗告結果可能有三種 分別是高院駁回抗告認定原本裁定無誤 這也是北檢最不希望看到的結果 想壓科等於要全部重新來過 第二種高院自圍裁定 第三種則是認為原本裁定理由不備 撤銷發回北院跟裁 也就是說再開一次擠壓庭 但這對柯文哲來說又是另一個挑戰 因為遇到的不會再是他熟悉的這位法官 檢察官這兩天的詢問方式 我已經知道他們的態度相當明確 所以我跟法官說 請你不要為難 其實這一次真正辛苦的是法官 他扛住了最後的壓力 要是在開機壓庭壓力會是其他法官扛 而這回高院也罕見公布何議庭法官 包括審判長徐泰成曾任倒貶紅山軍 及318佔領立法院行動審判長 庶民法官鍾亞蘭曾審理關西機場事件 卡申楊慧如及友人蔡福明 利用網路論壇侮辱外交部駐大阪辦事處 裴席法官則是魏俊明 被法界稱為殺手級法官 以嚴格出名絕不侵判侵饒 是否發回重裁 柯文哲還能是自由之聲嗎 抗告結果答案倒數 東三新聞姚依婷 鄭鴻燊 SNG小組在台北報導 這張都法局公文上清楚寫下 若答應金華城條件會有圖力金華城爭議 但文末柯文哲還是蓋章 甚至寫上速審速決 而且內容清楚載明 容積率不得超過560% 時間就落在2020年3月10號 這樣柯文哲你還能說自己不知道有違法疑慮嗎 尤其現在周刊也報導 2017年時任的都法局長林周明 曾經在公文上註明要上簽柯文哲 甚至還在成會中公開提醒 說如果按照應小微質詢放水容積 那是否恐怕得負起圖力的法律責任 顯然柯文哲是知道有違法疑慮的 這也是他的責任 他的工作要傾聽要判斷 要給出意見 我印象所及他知道 周刊還指稱檢方查扣了2020年4月的一份便簽 直指柯對金華城容積率增加過程早就知情 因為他拿出了金華城容積率 與樓地板面積差異比較文件 轉交給彭震生 還在便簽上簽名寫下 圖彭富 他們的結論是什麼 原則很簡單 公務員不坐牢 都點名了坐牢二字 那柯文哲顯然知道 一切是有法律風險 柯文哲明知有違法疑慮 卻依舊执意要送都委會 藍綠名代其轟 再再顯示柯文哲絕對知情 柯文哲最後下的決定 還是恢復了金華城的原本的樓地板的面積 所以柯文哲他對外的說法 一而再再二三的都不懂 甚至前後矛盾 金華城上的速審速決 未來恐怕會成了司法上的禁速判決 東森新聞 志祺中心綜合報導 檢方正辦金華城案 從6月開始掛線監控 省慶金 印小薇還有助理吳順明 這也讓本來膠著的案件出現破口 就是沈慶金因為她有個習慣 很愛講電話聯繫公事 她的通聯變成檢方的大祕寶 檢方辦案使出一招讓子彈飛 沈慶金重計聽到風聲 檢調再叮她了 嚇得打電話跟印小薇助理吳順明通話 一開始就先破口大罵髒話 接著要吳順明找人開會想辦法解決 檢方掌握到他們之間的通聯 先按兵不動 在偵訊時再使出迂迴戰術 成功拿下這局 收押 省慶金跟吳順明 我嫌疑身體還好嗎 當時的收押理由就寫 兩人在8月14號有通話 內容也不短 不過在檢察官偵訊 詢問他們兩人是否有聯絡時 兩人都說沒有 以為檢方什麼都不知道 反而因此被認定有串陣嫌疑 成為收押的關鍵之一 覺得今天冤枉被叫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只能這樣整個要不要順 小心後面 根據院檢資料 省慶金不只行賄 還包辦了官員 和應小微助理的退休路 吳順明擔任造型公司顧問 領的是威京集團子公司薪稅 在在證據都是檢方的殺手劍 省慶金想串陣也敗在自己的習慣 你在講 檢連都在聽 東森新聞 林玲璇 蔡玉山在台北採訪不動 好 沒有錯 這幾天大家都在關注的是說 北檢到底何時提抗告 但是提抗告並不是說想提就提 他必須有一槍斃命的證據 所以這幾天 北檢一直在找相關的證據 而在今天下午兩點多 他們到了台北看守所去借題 這個行為被形容說 難道是北檢的最後一搏嗎 他們借題的人包括了省慶金 包括了疑似有應小微 還有彭震生 現在我們能夠確定的是彭震生 以及這個省慶金是確定借題的 因為這兩人的律師都已經來到 台北看守所 接下來借題之後並不會來到北檢 而是在看守所的地方 由北檢的檢察官直接借題出來之後 在台北看守所來進行訓問 那為什麼要突然借題他們出來呢 有幾個關鍵 第一個是省慶金是很前面 就已經被羈押進去的人 所以他在後面的公辭 別人怎麼說他 他完全不知道 以及彭震生他是 我們前面有提到說 他認為說為什麼只有我被羈押 而不是柯文哲他也被羈押呢 所以現在檢方就朝著這兩個地方去辦 第一個是說 他們把所有證詞都勾集起來之後 再回頭問了省慶金一次 你確定要不要把話說明白 講清楚別人是怎麼說你 你要不要把其他人全部都咬出來 你的金流到底是怎麼樣走 除了有限款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進到別人的口袋裡面 而對於彭震生來講 我們前面有提 他認為說怎麼只有我被壓 他能夠引發他心中的不滿嗎 能夠把整個過程全部都講了出來嗎 而這是第一個要勾集證詞的部分 第二個關鍵是什麼 污點證人 污點證人的概念是說 如果你今天被起訴之後 你的刑期是會比較低一點 因為你把整個案件裡面 最關鍵的角色全部都塗了出來 所以我剛剛前面講的第一個前提 如果能夠去說服省慶金 包括說服了彭震生 能夠轉污點證人的話 檢方要的金流就完完全全都會出來了 再加上各個證詞以及當時怎麼圖利 或是有怎麼樣疑似收賄的情形 如果檢方都能夠掌握到 這些狀況的話 他們轉污點證人是沒有問題 未來情度也會大低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 檢方這一連串抗告的機率 當然就會提高非常的多 好 除此之外 我們今天也有提到下午的時候 彭震生的律師也要來 5點鐘的時候來這邊提抗告 但現在又彭震生 也在北索被借提出來了 現在如果他轉污點證人的話 未來行動是沒有問題的 可能是會比較低一點 但是如果他今天下午5點的抗告 他是針對於說 我能不能離開這個 積壓的一個狀況 法界認為說 這個所謂的抗告或許是虛的 它真正實是聚保 怎麼說 簡單來講 你要抗告說我是無罪的 其實是有困難度的 但是 律師跟法界的猜想是說 他們希望彭震生 能夠離開積壓的狀況 能夠聚保 就是說我可以付出一定的交保金 譬如說500萬或是1000萬 只要確定我沒有逃亡之余的話 或許彭震生在這個抗告之後 有聚保的這個行為的話 或許就能夠離開這個 積壓的北索 好 不管怎麼樣 現在借題的這個整個行為 都還在持續當中 到底是不是除了彭震生 包括了沈青青之外 映小為到底有沒有被借題 我們也會隨時為你掌握最新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軍情形 把先盡頭還給彭內主播 他捐完地之後 容積率才能夠是560 所以他之前寫的是392 並沒有錯 難不成要逼這個金華城偽造文書嗎 市議會質詢期間 映小為護航金華城案口氣不小 也不遺餘力 更有都省會官員向簡聯指控 映小為為了幫忙爭取金華城容積率 不但曾經帶沈青青參加市府會議 面對意見不同調的官員 兩個人竟然直接把對方叫到 辦公室同罵 他可以一個助理可以帶著沈青青去 都委會開會罵人 這國家是無法無天的這國家 真是可恨自己 不止映小為屢次以議員之資 為金華城開口標罵官員 助理吳順明更經常 仗勢向公務員施壓 曾經要求市府官員 三天之內整理出金華城案 近十年的陳情意見 搞得基層公務員壓力三大 快要崩潰 而且吳順明跟微晶集團的關係 也不一般 簡聯根據報稅紀錄發現 吳順明從北市都發局 副總工程師退休後 就到微晶集團子公司 中石化旗下的宙星化學擔任顧問 每個月薪水至少5萬 更同時擔任映小為的無幾職顧問 簡聯認為吳順明就是 沈青青安插給映小為的精華城特派 簡聯從今年6月起監控相關人等 發現沈青青無論公司事務 都喜歡將電話來談 他跟吳順明今年8月14號 還曾經通過電話 而且通話時間還不短 但吳順明卻否認此事 睜眼說瞎話 關西匪且還裝不知道 下場就是一起收押 東線新聞新聞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我帶走了先死我 根據週刊報導 連檢過濾柯文哲的帳目 發現有700萬元收支不符 另外也查出了 有千萬元的不明資金 而這恰巧又與映小為所會的金額 有1500萬元流向不明 而這中間是否有驚人的巧合 持續調查中 週刊報導 柯文哲疑似有不明帳目 這會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嗎 簡連也查出 威京集團主席沈慶晶 透過集團旗下的 曾輝 金華租賃 鍾情人力 中公保全 中公以及金華超級市場 天津投資及鴻翼建設等8家公司 分散匯款4740萬元 給台北市議員映小薇 還有他的男友王增凱 所控制的中華華夏希望關懷協會 以及台北市綜合格鬥協會等等 遭控以捐款為名 掩飾行賄不法 而不只如此 映小薇隨後找助理 將錢提領出來製造斷點 立刻再把錢拿去支付房貸 卡債 還有女兒出國留學的費用 這被簡連發現 1500萬元去向不明的錢 是否留向公務員或是其他人 還在調查中 八爪章魚市的這些子公司 然後他的協會 他的基金會來出帳 然後來行賄議員 用這種子公司避人耳目 只是回顧金華城案 除了藍綠議員 輪番炮轟柯文哲 時任都委會執行長劉秀玲 態度也很強硬 要求金華城以既有的托管條例 提出申請融機獎勵 另外也有科長聲援 但因條件不夠優渥 易小薇出言指責市府官員 柯文哲還透過秘書室人員 質問劉秀玲 為何要提出這個意見 他認為就是五六頂 你放到八四頂 給他二十趴的毒根融機 那是會抓去關的 他就一直抗命 所以柯文哲非常討厭他 這些因素都讓北檢認為 柯文哲在金華城岸扮演主導角色 他是否會重返積壓庭 就看高院如何評議 東三新聞煉志豪葉廷在台北重道 看到說台灣民眾黨 現在需要在立法院旁邊 需要一個辦公室就去買了 因為剛好那個屋主急著要脫手了 因為他要全家移民到美國去 真的有這麼單純嗎 賣房這麼剛好要移民赴美 柯文哲聲稱拿著選舉補助款 其中的4300萬元購買濟南商辦 但一直沒拿出匯款證明 此時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再爆出有關柯文哲購買商辦的 重要情資 賣給柯批房子那個現在的戶籍地 有沒有我剛剛講中華路二段75下 那個情資已經拿給檢察官了 這個屋主的調來問一下 代書調來問一下就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鍾小平質疑這背後很可能是假買賣 因為該地點目前是先發新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使用 這間公司的負責人是桂俊傑 鍾小平懷疑這筆房屋交易 很可能與威京集團有關 房東姓陳會不會就是金華城 董事長陳玉琨 轉接語音信箱 就在鍾小平踢爆這特殊關係後 就這麼巧 桂俊傑不再使用平常使用的手機 外界持續追柯文哲與威京集團的距離 他說別人出國 你現在哪有出國 所以柯碧又說謊 你錢如果是用7300萬 一票30塊的這個總統補助款 他早就公布了 這是他的貞捷牌坊 他怎麼會不公布 那知識烏烏完全閃 錢金流都不清楚 到底怎麼買 雖然柯文哲對金華城案撇得一乾二淨 不過高嘉瑜在爆料 他與金華城創辦人沈慶金 曾在桃珠影園豪宅二度碰面 除了柯文哲承認的選後未落那一次 選前還有一次 而且只有柯文哲一人前往 簡聯持續查明要抓住柯文哲和沈慶金 那不為人知的連結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換上灰色短袖 離家整整三天時間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終於回家了 精神似乎沒有凌晨走出 北檢時那樣亢奮 查扣手機跟硬碟 在哪裡面的資料 一編故事 在這兩天當中 可以說是極盡壓迫跟領虐 一出場就抱怨北檢對他驚派 金華城案北檢將柯文哲以公務員 違背職務收賄罪和貪污 土地罪深壓禁見 9月1號晚上8點召開積壓亭 簡便雙方激烈攻防後 晚間10點59分 柯文哲可以停止要求夜間 訓問的前一刻結束 法官認為柯文哲主張 沒有相關專業是信賴 都委會多數決議 和參考同政生意見 無法確定他是否知道 都委會形成違法決議會 土地金華城 因此目前證據沒有明確 重大犯罪嫌疑 裁定柯文哲無保請回 既然高興很正常 但是因為積壓與否 其實跟後面到底是否有罪 是兩碼之事 但的確不能高興太早 無保請回不代表完全脫身 檢方決定提起抗告 等抗告書從地院送高院後 若檢方在10天內提起抗告 失敗遭到駁回 就不得再提起抗告 但也可能發回跟裁 或是高院自違裁定 關鍵就在檢方這一次 要拿出最有力證據 除非檢方很能拿出 更多更積極的實證證明 柯文哲你明知道是違法 或是你有違法指示彭正生 要達成一個違法的任務 例如說就要求彭正生 去影響都發局的委員 除非有這些的筆錄 或者是有這些的物證 才能夠來認定柯文哲 可能涉犯到土利座 檢方不排除 借題再押被告 危機集團創辦人 沈慶晶或是北市議員 印小微 柯文哲和律師 持續進行沙盤推演 難怪他會獻慶假三個月 正式投入於檢方的鬥志攻防 多三新聞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不管是硬 因為全部說過裸序 這大概現在動用全部國家的力量 在狠證著研究柯文哲 我也猜你們昨天沒有抗告 應該是大家連夜都在 編讀電腦裡面的資料 看門口裡面找出什麼樣的東西來 說了這麼多 柯文哲想表達的只有一個重點 那就是自己被司法迫害 全都是北檢不明事例繼續營造 這一切都是政治辦案 以後在北檢兩天的經驗 你那個資料這樣臭臭臭 那自己要編故事 太容易了 中華民國的司法機關 變成跟名嘴一樣 每天在那穿著護衛在 不要說抹黑 就是這樣編故事 這是國家要的嗎 反正我就照常工作 我也不希望 有一天台灣有罪的定義重新改變 什麼叫有罪你知道嗎 民進黨說你有罪你就有罪 雖然吳寶請回 但柯文哲或許忘了自己還是被告 才剛回家兩天就大嗆北檢 東平西湊捏造故事 公然挑戰司法 怒嗆之後人就走了 但主席明明請假三個月 又要去哪呢 這個不可以這樣 這不會還 不會還 原來柯文哲來到位在台坡的辦公室 可能趁機好好想想 若是為了自保編劇本 絕對不是上上策 畢竟資深爭議交代不清 簡連只是依法調查 結果卻被東拉西扯 請這些各政黨不要對於檢察官下指導期 柯文哲早上罵天罵地罵政府 只是想要用他的自大跟謾罵 來掩蓋他的心虛 請柯文哲不要忘記了 你是法院認證的弊案被告 對柯文哲來說 北檢就是亂編故事 但看在各界眼裡 柯文哲恐怕才是 這場故事的最大編劇 東森新聞潘明章 女士齊周佩宇台北報導 建華城病案被告柯文哲 吳寶請回 現在檢方要提出抗告不被高院駁回 代表他們要找到關鍵性的事證 因此他們下午先到北女所提訓 應小微 接著再到北所提訓 彭正生還有審慶金 柯文哲吳寶請回回家第二天 北檢三號下午递出抗告狀 可以不從看守所借提四名再押被告 除了檢察官要跟時間賽跑 也想低調辦案 我認為有些不罪 對 那因為這個案件就是比較矚目 所以安全部分我們這人比較快點 同志生委任兩名律師都到看守所陪真 另外被提訓的還有沈慶金 作為京華城案病案關鍵的行會者 沈慶金委任律師胡元榮低調聚談案情 沈慶金當時在簡連搜索的期間 發出聲明他說他從不送官員紅包 柯文哲也沒有向他要過紅包 反倒是柯市府當時有一位官員 透過別人來民事要過 這名官員難道是彭正生 這讓檢方嚇壞 不等證據搜齊 就先大動作搜索約談柯文哲 殷小薇從沈慶金手裡總共拿了4000多萬 卻拿1000萬私用 那剩下的錢去哪裡了 簡連繽紛多路搜索48處 找關鍵事證卻撲空 現在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聲稱要向檢察官提供 有關柯文哲以4300萬 購買商辦的重要情資 包含商辦的所有人還有資金來源 跟我們抗議說這樣子 他們覺得心情不能貧富 因為還是法律有個比例原則 這麼多的事情 你就好歹幾百萬交保吧 也就認了嘛 那不可能無保請回 我們心裡也是很傷心的 很挫折的 民政黨主席柯文哲 在台北地檢署待了三天 如今檢方再提出抗告 會被高院跟裁還是駁回 這一站有不能輸的壓力 東森新聞 趙一姐 林泉 台北報導